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抽喷我的频道 今天呢 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我上一个视频呢 有进行一些修枝 就是我们无花果 切枝之后 它会开始长出一些新的枝条 然后这些新的枝条呢 有些是我们要拿掉 就是因为我们要有筛选了 我们的无花果要筛选 有哪些枝条要留 哪些枝条要剪掉 优先其他枝条发展 我们都要进行个分类 然后筛选 筛选完之后呢 我就是要切枝的 就选布这些 然后今天我会把这些 进行一些处理 然后争取这些 做一个千叉 争取 把这些争取做千叉秒了 首先呢 我这边要准备一点薪水 大概两公升的 然后我会 泡一点 生根鸡 然后我们知道 这个生根鸡 我只是放少量的而已 其实我们这个生根鸡的 数量多少 量多少 根据我们的 这个枝条的大小 然后能老的都会决定 像这些都是比较 能小的枝条呢 所以我们啊 只能啊 拋 啊 量比较少的 而已 好 现在呢 我这些呢 我就直接 放在水里 好 这样子 处理完便造 我们就 可以带去千叉了 我大概会 放 这里面 顶多是十五分钟了 可是一般我都是五到十分钟左右 因为我们放 约场啊 第一个是它饱和水 然后第二呢 可能会 容易把我们千叉的 这些苗的皮 会弄坏掉 所以我今天只是想跟大家分享 当我们进行 修枝 或者卸枝之后的枝条 我们要 怎么 进行 争取 当做一个千叉呢 啊 这是我的做法 啊 比较长的这个我要卸成两段 然后最好呢 如果能找到一些西沙啊 做粉刷的那些西沙 我们啊 就找那些去做那个胚土 啊 我们不管是搭还是小啊 都可以争取做这个仙叉 再搭小它 都会有自己的好处坏出了 当然 这条越大 它的活力就越浅了 啊 越小啊 啊 这个活力也是往下降 可是啊 这不是终点 终点是我们 有些可以争取 我们就争取 这样子 切这些哈 我都舍不得 让它丢掉 所以我都是会 每次切这之后 又进行一丝 线插 这样子 这几乎啊 不管什么时段 我都会有这些枝条 可以拿去做仙叉的 那其实我们在 中午花果的时候 隔每一段时间 我们又 有好多枝条啊 要切枝处理啊 这样子 是 那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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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连这个小小的枝条 我们也可以争取 如果它太小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养大 然后这个生根基里面的养分 我们大概会泡五到十分钟会足够 可以让我们的这些枝条可以生存到它长根为止 这是一些零星的枝条 这些零星的枝条 这样子 只要它这地方有皮 它又会能生存了 所以剪下来的枝条 修制之后的枝条 请大家不要丢掉 我们看连都这样小小而已 这里哦 这样子 这是一个零星的枝条 那上面把这个 我就留下来呀 好 今天我的视频呢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死而已 我再继续把这些枝条整理一下 下一个视频呢 我们这些怎么进行 先查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像好多类似的这种小小的这些枝条 请大家就是不要丢掉了 看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像这些小小的这些枝条 请大家不要丢掉 好喜欢的朋友呢 请给我留赞留下评论 和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哦